Discovery 接下來我們要看的是Discovery 全新Discovery Rick有開對不對 然後行程哥也有開 我們剛剛還在有點小argue 我說新改款的樣子 我比較沒有那麼喜歡 我比較喜歡之前的樣子 可是你們都覺得新的 是比較符合年輕世代 Rick你有開嗎對不對 對我有開到 就是之前在等於說 車訓分享之前其實我們就 我們就有進行過這個單車的試駕 當然在全新的Discovery 就是他之前跟最主要的差別 是在他已經用了全鋁合金的車體 所以他在車身的重量方面 足足減了一百九十公斤 你看跟上一代車型足足減了一百九十公斤 所以他整個操控方面 直接比較正面影響的 就是所謂他的油耗 那他現在是搭載三點鈴升的增壓引擎 所以等於說他原本這個Discovery的車型 他就是強調off-road的一個越野的性能 雖然說大家我們媒體試駕的時候 其實只要接到這台車之後 馬上就會往那個海邊 或者是往那個山邊去了 對對對 然後就是誓言一下這個Discovery 雖然說他車身尺碼其實超過五米 他還其實蠻大 但其實你真正去體驗的時候 他除了內裝整個舒適感 都相當夠之外 科技性也相當有 然後你其實開起來啊 你在坐在駕駛座 你不會覺得這台車真的那麼高 真的那麼大 對 他其實在你的駕駛視野 其實他當初在車輛設計的時候 他就已經幫你考量到駕駛的視野 對 所以我剛剛一開始在講說 新的Discovery 它長相怎麼樣又怎麼樣 那我的朋友就會跟我說 Come on 它是Discovery 享受它 Enjoy 你幹嘛管它變什麼樣對不對 新南哥你們有去吞嗎這台車 對 其實我的外觀的部分 我先有幾個營停 我蠻支持你的 我也喜歡舊款 這樣比較方正一點 那不過以外觀它 我覺得它會做到這樣比較高頂的話 當然就是考量到空間 那其實我們看到這台車其實第五代 它一樣是這個七人做的LCOV 所以當天我也特別到第二排 甚至第三排看一下這樣的一個空間 的確它在第二排你就可以感受到 它的車頂的確 以我的身高180公分 就真的蠻寬敞 蠻寬裕的 那其實我當天並沒有很用力去開這台車 因為我覺得它的 我光坐進去 看到它的方向盤 然後看到它的這個英國的音響 我就光聽廣播 你就可以感受到這台車的質感 非常棒 我跟統哥其實這台車沒有很用力 我們都坐在車裡面 你們坐在裡面睡著了嗎 感受它的質感 哇 這個車內裝真的很棒 對 就是真的是英倫的那種風格 所以像張乃婷就在裡面打滾 對 那車子就那麼大很棒對不對 威廉 Land Rover Discovery呢 我有個朋友他們 本來是我們大家是一起都是開911的 後來它這幾年就是迷上了聊K 你知道嗎 還可以聊K 我要講一下這是D5嘛對不對 最新一代 D5被老派的所謂的硬派的 也老派的所謂Land Rover的玩家 在出來的時候其實就不看好 因為它取消了非乘載車身 就是沒有大量的 那我的朋友分享這件事情 我覺得他的觀點我想要 我沒有先跟他講 但是我想分享一下他的觀點給各位觀眾 就是說 什麼車系啊都有所謂的硬派 支持硬派的人士 包括像911是最明顯的 他不喜歡現在的PDK啦 不喜歡車身那麼大很多啦 但是呢 他一句話我覺得蠻發人深行 什麼車系什麼車廠牌或是什麼車系 都有所謂的硬派的人 可是無奈的是新車總是很厲害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同行的人呢 有一台已經有人簽了去聊K了 就這一台 你說新的Discovery 去聊K喔 對然後他說 他根本原廠胎都沒換 什麼地形 地形系統的什麼檔位都沒開 他沒有按那個全地形那個旋鈕都沒有 對他就直接就過去了 就是他們還過得很辛苦 所以他認為這個車子就是新的 其實還不錯 尤其他們要聊K的 常常會去換比較好的胎啦 就是因為那個路面是比較onroad的 所以說 雖然這個外型我們目前沒有辦法接受 跟你很難講新一代的未來 是不是他們會全面的為了輕量化 所以你也同意我 我就是覺得新的外型我比較沒辦法接受 當然啦 就是你是硬派的 給我 你算是硬派吧 我就覺得我比較喜歡舊的那個樣貌 你說這台車它就是底子裡面說硬派的人不喜歡 他換的這個底盤 但是它的底盤是 它就是一台Range Rover 那你如果從這角度講 到底是車廠給你Banerby 還是把東西偷掉了 對不對 看你要愛贏啦 當然是 當然是給你更好的東西 但是 這台車其實我覺得 其實我們大概有開過這個車的人 都對這個車其實印象蠻好的 對 這台車呢 能聞 能聞 能聞雲舞 對 這裡面又舒適又豪華 對你可以去撩K 但是你平常開這個車也是很舒服 我怎麼買這台我絕對不會去撩K 而且我覺得它的車用系統 現在Jaguar Lenovo的車用系統 是所有的車用系統裡面 我認為最容易使用的 它的使用體驗最接近一般的智慧型手機 你會覺得說 現在的不管是什麼 賓士的CAMMAN 或者是什麼 ODI的FMI這些 都需要適應期 你都需要學 對 但基本上這個東西它不需要學 它就是像手機一樣使用 而且它的整個美術的呈現其實非常好 我一直覺得它這個系統 你看到用到它的 intouch系統之後 你會覺得其他家的系統 覺得好像是上一代的 他們就說教練帶我去越野 我就這個很不會開車的人 我就按那個全地形 我什麼難關我都過了 我就覺得好聰明喔 車子太聰明對不對 那麼布 太聰明了